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江山多交的直播间 本期江山多交由干禅线缆特约播出 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一起来感受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江西全省各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本期江山多交大直播如媒体的直播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干云如媒体中心 提供全网视频直播支持 各位还可以通过都市现场的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各国端新华社现场云央视新闻家 手机江西台 今日头条 新浪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 同步观看我们今天的网络直播 另外各位还可以通过抖音短视频 腾讯新闻 优酷 爱奇艺等平台进行内容点播或回看 网友们还可以通过留言和评论的方式 和我们的演播室一起进行互动 另外您的留言也可能会随时出现在屏幕下方 游动的字幕当中敬请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的江山多交我和我的家乡节目当中 我们要走进了解的会是江西的哪里 还有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他又会是谁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用一个短片 用镜头来揭晓答案 欢迎来到北纬28度神秘的江西夷峰 我是县委书记张俊 来到夷峰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一起深呼吸 这里是位于夷峰国家级观山自然保护区 这棵是我们这里的寒啸王 江西大多数寒啸都是他的子孙 观山就是我们一个天然的基因库 这里的高等植物有2398种 各类动物也有2034种 这就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遗风的天然的补物馆 吃在遗风 喝在遗风 今天我来给大家录一首 好 松肉到了 这就是我们遗风 两碟八碗八碟 让吃货难拒绝 在北纬28度最美民宿九天西院 放下烦恼喝杯香茶 到这里呼吸空气都是甜的 来了遗风就是享受 来了就是遗风人 片的大气美丽 各位看到了吗 我们接下来要了解到的是风景遗人的遗风县 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为遗风代言的 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向您发出诚挚邀请的 遗风县委书记张骏 张书记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亲缘好 观众朋友好 网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的来到我们江山多礁 乐享遗风大直播 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 我们也特别高兴 而且说您一来的话还创了一个第一 就是第一个县委书记是穿着围裙 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 特别的帅 我想现场的观众都注意到了 好看 谢谢 谢谢夸奖 其实我们遗风人 作为山里人 非常的好客 老百姓常说 来了我们这 就是遗风人 我今天作为遗风的向导 有机会代表遗风 向大家推荐遗风 介绍遗风 就是让大家深度的体会到遗风的 是何方圣地 在这里 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体现我们遗风人民的诚意 我代表大家 给大家给节目带来了 2019份的小礼品 真的 通过这些小礼品 让大家能够深刻理会到 遗风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看你来就来了 还带礼品 带礼品就带吧 还带这么多 2019份的大礼 各位 您知道了吧 收看我们今天100分钟 大直播的过程当中 各位要准备好手机 随时注意到屏幕下方 是不是出现了二维码 如果说出现的话 打开手机的微信 扫一扫 通过扫一扫 通过我们的都市放心购 一元购的方式 可以拿走这2019份的礼物 我们会不断的放送出来 这些礼物 不论它平常是卖多少钱 市场上卖几十的几百的 今天只有一块钱 再次非常感谢您的张书记 你看 我知道您来了之后 带了这样的多份礼物 其实一封县的县长 谢县长听说 他也带了一份礼物 那么他带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瞧瞧 县长 就有您的任务卡 请谢县长帮忙 准备一件能体现 一封特色的礼物 用于参加江山多娇 我和我的家乡 龙媒体大直播 好 要展示一封特色 我们找位专家 听听他的意见 表观者 这是我们宜峰最新的威精版画 它的生产工艺非常先进 全球独一无二 它可以做到无限长 如果能够把宜峰的文化 模仿进去 那就更好 就掌握地 它展现我们的地是悠久的 农村农村 古宗文堂 这个宗文堂 它是我们宜峰的地标 宜峰是中国福祉之乡 西竹量世代前程最多 这个严重一定要上去 盾山盾山清 盾山是朝鲜村的发言地 那我们就共同创作一副 江山多娇 我和我的家乡 宜峰全景图 好不好 在短时间内 要画一幅这么大的画 画色的风格又不一样 而且还要尽可能地 一次性成功 这个技术最深的难 我们这个场地 有个新的技术 用我们三地 这个红绘四个小时 比目厂 好 把这个技术亮出来 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准备 这幅画终于要去炉烧制了 稍后的直播里 我将为大家揭晓 烧的节目当中将为揭晓 谢县长没有说 那么张书记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透露透露 谢县长准备这个礼物 到底是什么 这里我也给大家卖个关子 我只能告诉你 这份特殊的礼品 是我们宜峰 蕴含了70年的发展成果 是什么 一会我们谢谢咱会揭晓 这么厚重的礼物 那说到您说 70年的移峰的发展 借着您的话题 我来说一说 其实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很多的同事 都是咱们移峰人 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们在一起聊天 他们就说 这两年回家的时候 逢年过节 每次回去 都能感受到移峰的变化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他们就说日新月异 而且每次 都能够感受到移峰的 变与不变 他们感觉特别的感慨 是这样的 张杰 真是谢谢 这些乡写们的夸奖 对于家乡的认可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有这种感觉 应该说 我们移峰的小小变化 和我们全省的变化 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在省委省政府的 争取领导下 按照新的发展理念 推动移峰 向高质量发展 我们按照我们研究的 现十五次党台会 提出的六个移峰 推进大美生态 科技文明新移峰 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也彰显出我们移峰 这么多年来 变与不变 一会儿在节目中 就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来 行 我们都在关注着 看今天的直播 移峰哪些是在变化的 移峰哪些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那么接下来 再来通过微信直播连线的方式 来关注我们的多路记者 他们此时此刻 正在是移峰的各个地方 看看他们都在哪 他们待会儿 要大概跟我们来说些什么 来通过微信直播连线的镜头 一一来认识他们 首先我们要直播连线到的是 我的同事舒华 舒华你好 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哪 有请 请人 张书记 全国的网友 以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现在是在关山西路的脚下 听说在这里 不同的海拔 会有不同的挑战在等着我 而且完成了挑战 还会有嘉奖 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稍后我们再来揭晓 挑战 好 那这个挑战的话 我们待会儿看看 谁能挑战成功 谁不能成功 我们一会再来看 好 再来关注另外一路记者 葛颖明 葛颖明他又在哪呢 他会有什么挑战吗 葛颖明 哎呦 通过你的镜头 我看到后面是一片竹林 是吗 葛颖明 有请介组 有请介绍 好的 张书记你好 秦远你好 我现在呢 是在宜丰县 乔西乡的塔前金丝南木林 它可是目前啊 中国规模最大 颜值最高 金丝最多的原生态南木林 今天在这呢 还将发生一件大事 一会儿啊 我们直播间分享 好 我还看错了 刚刚不是竹林 是金丝南木林 而且还有大事发生 有大事 看都市 今天就看你这边大事 发生什么了 再来看看 黄甜甜那边 有什么情况 甜甜 这是在哪呢 有请介绍 好的 张书记好 秦远好 那网上啊 有一个段子呢 有说到 说如果你遇到一个 会钓鱼的男人呢 那么就嫁了吧 我不知道张书记 您喜不喜欢钓鱼啊 因为大家说呢 会钓鱼的男人 他们不仅专注执着 而且呢 逻辑能力特别强 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啊 大概会让很多女子心动 别着急 待会儿我带大家 一起来见识 有会钓鱼的男人 那么我们来 大概能猜出来 估计在什么样的地方 可能跟谁在一起 我们先存着这个答案 待会儿来看是不是 我们再来连线 我们另外的几路记者 是楚苗 妍妍和胡帅 来看那边的情况 好 我们的三个镜头 出现在屏幕上方了 首先我们有请楚苗 来说一说 楚苗有请 书记庆元 观众朋友 全国的网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现在呢 是在宜峰的盐岭村 那今天呢 在村子里会举行一个 超级大party 而且呢 还有独门绝活 我呢 已经是迫不及待 想要参与其中了 我想问一下书记 您知道这里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大party吗 哎呀 现在我们的活动太多了 我还真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好吧 那这样吧 一会儿让楚苗来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我们这边呢 先继续猜着 盐岩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盐岩 你后面有一排字 这是在哪儿 跟我们来说一说 说起好 亲友好 现在呢 我是在咱们 宜峰时事镇的 宋峰刘家 那小品当中 有一句话叫说 眼睛一闭一睁 一天就过去了 不过在这儿啊 可布置这么短 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要给您卖个关子了 您说的特别有意思啊 眼睛是一闭一睁 这小品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我估计待会儿再演演这儿了 也会有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 我们共同期待着 那么胡帅呢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量 胡帅 有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旅客朋友们 欢迎搭乘江山多交号的地铁 前方道站 即将到达大美宜峰站 那么此时呢 我正在这个站台当中了 这个站台当中呢 用到了很多的微精材料 那么这些微精材料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神奇魔力呢 在稍后的直播连线当中 将为您揭晓答 好吧 还真的是像那个地铁 这个解说员也好 地铁的服务员也好 说了这么一段 在宜甲乱争的这个地铁站 旋堤到底在哪呢 那么待会儿我们共同来揭晓吧 行 跟各位说的是 这里呢是正式干昌线蓝 特约播出的江山多交 我和我的家乡北约28度 乐享一风 其实呢 我记得在学校当中呢 可能是很多地理老师 都跟同学们都讲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 说在地球的北约28度附近呢 有着大自然的种种的神奇 那么一风也在北约28度 是不是也有着种种的神奇 张书记 没错 一风是个神奇的地方 在这里啊 有我们地球同纬度 封城最久的原石寺森林 也有我们全场最大的 原生态的主海 等等这些 一会儿我想节目中啊 就会一一给我们观众朋友 网友展示 这么多好玩的 作为我们外地人的话 想去一风 方便吗 太方便了 怎么方便 因为现在从我们省会南昌到一风啊 只有100公里 全程高速 甚至有两条高速 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 一个来小时 对 打个比方的话呢 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 直播还没结束呢 人就已经从南昌到了一风了 对 那是快啊 非常方便 四通八达 那外省呢 外省呢 外省也很方便 现在我们一风出准通道啊 这个有四条 从长沙方向 从长沙方向到我们一风来 只要两个小时左右 从武汉方向过来 大概也只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如果从渔村方向 干州方向 就更方便了 更方便了 听明白了 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新媒体的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 想到一风的话 特别方便 四通八达的路网 通一个短片 我们再来看 形成了一风至南昌一小时 一风至长沙两小时 至武汉三小时的交通圈 加上正在建设的天堡至黄岗的高速 五条高速 总里程147.368公里 密度之高 条数之多 是江西省高速公路第一线 哎呀 最后这个关键剧度 我记住了 江西高速公路第一线 我想下回 如果说各位参与这个答题竞猜的 江西高速公路第一线是哪里 抢答 一风 你一定不会丢分 一定会满分获得这个题目 一风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自驾游的一个城市 高速公路的路网是特别的发达 那么我们到了一风之后 有哪些值得流连忘返的地方 广告之后 张晋书记将会继续带着我们玩转一风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干场线缆特约播出的江山多郊 我和我的家乡 北北28度 乐享一风 张书记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知道了 到一风特别方便自驾 路网是自动巴达的 我们开车到了一风之后 去哪玩 您接着跟我们说 我想我们炎热的夏季即将到来了 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来一风纳鼠 一风纳鼠 好建议 漂流 漂流 一风的漂流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漂流啊 它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 两百米的落长 我想啊 在江西 在江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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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移动版的VR视频链接 听到了吗 移动版的VR视频链接 在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 各位网友朋友们赶紧点击链接 再亲身的感受一下观山的魅力 要说到这个观山呢 特别好 我就想说一说 你看你今天是带了2019分礼物 是吧 对 这个地方有没有礼物放出来 跟大家揭秘 虽然我们说呢 观山很美 但又不允许登山 咱们怎么来体会呢 我想 欢迎大家来漂流 所以今天啊 我特意给节目组啊 带来了100份小小的礼品 哎呀 我们一封九天漂流 这个门票 100张 送给我们观众的是吧 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网友 我提供的先拿 先拿起来 各位 看到了吗 屏幕上呢 已经有这个二维码了赶紧扫描 这个是观山九天漂流 我给你看一下 原价是多少钱 218 原价218的落差是200米的漂流 你想试吗 张书理说特别安全 安全是第一 是保证的 所以说呢 赶紧是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行一元的都市放心购 抢到就是赚到了 夏天到了 要纳暑了 要避暑纳凉了 所以说呢 各位的话 赶紧是把这个票抢到 咱们观山还有这么好的水 真的是不得了 这个水啊 我想啊 跟我们每个人 都有密切的关系 跟您呢 还有特别的关系 观山我没去过 怎么就跟我有关系呢 不许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 对 我看这个水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咱往下看 这里是位于宜峰县的 百岁山矿泉水生产基地 都说水宗贵族百岁山 您知道为什么吗 跟我来 在百岁山呢 一口是可以吹出一个胖子 这些可爱的小胖子呢 就是百岁山的矿泉水瓶的 它呢 就是由我手中 一个小小的黄黑吹出来的 在我旁边的这台吹平机器 它的运转速度是不是快得 连肉眼都看不清呢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矿泉水生产线 到底有多快呢 仅就这一条生产线而言 一个相值的时间 二十瓶水 浩子 一分钟一千两百瓶 一小时七万两千瓶 一天能升上一百七十二万八千 生产一一瓶水 只需要五十多天 说了这么多 您是不是特别好奇水源在哪 为什么迟迟不肯展示呢 其实啊 水源就在我的脚下 是从地下一百六十米深的 人层缝隙中抽取上来的 绝对纯天然 说它是水中贵族 那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 叫做天归酸的矿物质 天归酸被誉为水中黄金 它对人体动脉这碗 具有软化作用 好处这么多 那我得赶紧喝一口 书记让我们为健康干杯 我们这个记者手中拿了一个瓶子 我知道了 为什么张书记说跟我有关系 对 百岁山 我主持每天晚上 都入现场的时候 每到七点钟的时候 我这个电脑前面 有一块牌子 是我们这个赞助品牌 百岁山 所以说您说 跟我的工作有关系 还真的是 你看这个台子上 摆了这么多水 是您带过来的 跟一风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到节目组来 也和朋友们见面 选取的一风 我们一部分 水源地的矿泉水 和纯粹水的一些品种 当然这里面就有我们著名的水中贵族 我来看一下 这是三路品牌的 对 这是我看啊 新动力品牌的 对 这个就是百岁山那个 高端品牌 苏打水是吧 苏打水 高端品牌 这是我们这个超市当中常见的百岁山 矿泉水 矿泉水 这是景田 纯净水 这都是大品牌 我们的超市当中尽量会见到 有些价格还真是不便宜 对 这就是我们一风啊 不单单当好大自然的搬运工 关键是把我们一风的绿子金山 通过我们的科技 通过我们的产品的转型 把它转回我们造福老百姓的 全社会的 有形的金山银山的产品 太好了 我知道这些大企业 他们在选址的时候 选水源地的时候 是特别讲究的 对 能够把这个水源地选在一风 可见一风的是有多么的好 对 你刚说了半天啊 我们说好呢 其实有时候还不太算 我们听听专家怎么来说一风的水 来 有请专家 一风矿泉水 它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好 远离工业园和城市 直被发育 没有污染源 卫生条件好 它是从地下 沿沉深部涌出 是大气降水 渗入地下通过溶解 淋漓 岩石中的矿物成分 形成的偏规酸矿碱水 偏规酸含量比较高 而且稳定 偏规酸对人体有益 它能够软化血管 对心脏病高血压 血管硬化 神经功能紊乱 胃溃痒等 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它偏规酸的含量非常稳定 通过多次权威机构检测 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真好 我又更加的理解 是乐享一风 宜居 风饶 水这么好 是老天 给予一风那种恩赐 怎么把老天这种恩赐 我们保护好 用好 和可思绪发展好 就是我们当地 党委政府的责任 所以一方面 我们秉持这种发展理念 营造好营商环境 保护好企业和生态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有所取舍 既关注眼前利益 也要关注长远利益 这几年我们通过招商引资 也有不少的企业 看中了一风的生态环境 比如说在上海 在江苏 有些化工企业 橡胶企业 但是我们考虑到 至于我们一风的生态 是相背离的 虽然短期有些效益 但是从长远来讲 会为我们的环境承载 造成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把它舍去了 不要了 拒绝了 我们还是坚定的不移 意图一风的产业特色 发展我们自己的企业 这个平衡点找得真好 您刚说的时候 我就喝了一下 这一风的水 真的是好喝 特别的清纯干裂 谢谢 我们说到了一风的水 此时此刻 其实我还有陆同事 正在近距离的感受着 触摸着一风的水 刚刚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有 这个人是舒华 他卖了个关子 具体舒华在做什么 我们再次通过微星直播连线的方式 有请舒华来告诉正在收看直播的我们 舒华你好 大家好 亲人你好 张书记你好 全国的网友们 以及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是好 我没发现我旁边特别的热闹 好像在进行比赛 而且呢 我还看到了我们乐想一共的背景 我觉得我的第一个挑战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们请问一下 加油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们呢 小伙伴们看到谁来了 我们最需要的说 哈喽 你们好 你们是不是在进行比赛啊 没错 在一分钟时间内 我们形成个比评两个队 我们两队分 没错 看谁一管 如果跟直级比 我们直接就out了 头盘了 那我问一下 你们是什么队啊 我们是百岁山队 百岁山队 你们呢 九天队 那我觉得今天我是来到了这个九天 那我就来我们的东道主 九天队吧 好 好不好 我们准备好 比赛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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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难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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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挤停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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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到现场了 瓶子都放到水桶里去了 我们来数一下 有连四杯 有几瓶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瓶半 九瓶半 看看我们的二瓶 十瓶 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九 十瓶 好棒 财卖大师是不是犯规了呀 刚才 让我宣布 百岁山 获胜 好棒 其实 其实你们赢了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们这个 最仙气的上下来说 速度还是差远了嘛 对不对 对 我们其实也是很快的嘛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高不高兴 高不高兴 那我们一起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我们泡一下水吧 好不好 这个都是百岁山的水 还有吗 泡泉水 我都飘了 好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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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没想到 我的第一轮挑战竟然输了 但没关系 后面还有第二个挑战 在等着我 好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干杯 干杯 挑战不管你是输了赢的话 但是现场的欢乐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对开心就好 对 一封太好玩了 你看不仅是玩水 喝水 而且到那之后呢 是夏天来了之后的话 特别的凉爽 这是水带来的 对 都说这个 仁者爱山 智者爱水 说完那个水 想再请您来说一说 咱们一封的山 对 其实啊 一封的山和水啊 是连在一块的 山水相连 有山不有水 有水呢 就必有成 有成啊 就则灵啊 喝 我们呢 一封啊 居于自然 四面环山 已经呢 多年来形成一个小气候 所以刚才在节目前 我们已经展示了 我们有特殊的金斯南部林 是 有 足海 还有呢 封存的赤森林 等等这些 这都是在北纬28度 独有的自然风貌 我想啊 这些啊 都构成了我们一封 巨大的 天然的基因库 哎呦 这一封给我们的信息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 北纬28度的神秘一封 它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关注一下 一封神秘的山 观山 北纬28度 封存最久的原始四生林 从天而来的阳光和二氧化碳 从地而起的水和氧分 在森林的经络和脉搏里 川流不息 在浴室隔绝的四百年时光里 孕育了源源不断的生命精华 和最亲人心肺的空气 我们的观山 反正好 春天有那根桂花 夏天有橄榄蜜 有落叶红蜜 秋天有五桂紫蜜 冬天有冬桂 山桂花蜜 蜂蜜 这种给人的味蕾和精神 带来极度愉悦的食物 给观山赋予了甜蜜的色彩 53岁的徐东盛 是山里土生土长的养蜂人 他为蜜蜂们准备了舒适的房子 而蜜蜂则回馈给徐师傅精心酿制的蜂蜜 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工体教育 为了制造出最为精明香甜的蜜汁 蜜蜂们需要忙碌四到七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飞到这座森林的最深处 到人际寒致的地方 带来不一样的芬芳 蜜蜜是香道 也是江西菜掌蜜种之法 成天然的 山好水好 没有草荒屋 没有农药屋 纯粹天然的野外蜜圆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让官山的蜂蜜 拥有了独特的气味和口感 而随着官山蜂蜜 渐渐走出大山 越来越受欢迎 徐师傅也开始鼓励周围的村民 学习养蜂 一起加入进来 蜂蜜消到了全国各地 能上超市 微信啊 还有平台啊 上面都有卖 如今 蜂蜜已经成为了官山 乃至整个宜蜂的一张名片 全县每年能产出800多吨野生蜂蜜 而通过花朵 蜜蜂 与养蜂人的共同合作 官山最甜蜜的空气走向了五湖四海 让中华蜂蜜之香的称号享誉全国 刚才那个片子看的各位是不是都觉得空气都是甜的 而是我真的闻到了空气都是甜的 来看我们的直播间 张叔弟又带来什么 这面前这些我一眼能看出来蜂蜜 有我认识的 但是还有不太准的叫不太准的东西在 来张叔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们介绍移蜂的蜂蜜 这就是蜂蜜了 对 和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这里的蜂蜜是比较正宗的 原生态的四森林产的中华蜜蜂所产的蜂蜜 中华蜜蜂所产的蜂蜜 简称中蜂 中蜂的蜂蜜有什么不一样 那其他的蜂蜜都是什么 我们中蜂蜂主要是什么 品质比较高 蜜圆它比较 少 并且它的蜜的成熟度是最高的 所以今天给你们带来 这里还有一个 这就是蜜了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产蜜的蜂巢 这是最高品质的 产蜜的蜂巢 对 这是完全原生态的蜂巢 那这个就是说蜜蜂是爬来爬去的蜂巢 对 这绝对不可能是人工做不出来的 绝对不可能 这纯天然的 完全大自然产 这能吃吗 这能吃 尝尝 怎么吃 直接吃 甚至两种吃法 一个直接吃 咀嚼 像你是主持人 小勺 精进一挖 对 我加蜜毛片可以吗 可以 我加蜜毛片应该是给这个准备的 哎 哎呀 哎 我知道了 好像老外甥吃过 是吧 他们这种蜜的话就放在蜜毛片上 这就是蜂蜜的正确吃法 哦 这样的话 我来看看 嗯 有没有不同 不腻 不腻 入口这没香 花香 而且这个蜂蜜 不光有这个 像花香的这种纯甜 嗯 还有什么 还有咀嚼的味道 真的是 哎对 它有口感它有咀嚼的 对 牙齿可以咬的 对 哎这种蜂巢你看 非常重要 哎这个蜜蜂爬来爬去的 绝对纯天然的 不可能是人工做出来的 不可能 哎这个好 那这个蜂蜜的 我带我带长 这是中蜂的 中蜂 市场上卖的其他蜂蜜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个西洋蜂种 外来品种 外来品种 对 它的产量高 产量高 但蜜质可能不行 蜜质成熟度低 嗯 蜜也跟做饭一样的 它得成熟度 我们想要 啊 我们想要出去 怎么办 怎么办 来一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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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有没有带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 嗯 但是呢也可能不够 嗯 嗯 我想啊 这个 带来的这些啊 我想呢 大家呢 先尝尝些 好 真正尝 就来一蜂蜂 我借您的话题说 今天的张书记 带了500份 500份是个中蜂的蜂蜜 对 这个东西 刚刚张书记说了 中蜂产的蜂蜜 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你希望各位赶紧扫棉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元够 拿回家之后呢 看一看品一品 中蜂的蜂蜜 和市场上超市当中买的 大部分都是西洋蜂的蜂蜜 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清香 它的这个甜度 和它的这个给你的回甘 尤其是对身体的好 中国人特别讲究养生的 对 蜂蜜中国人是养生 蜂蜜也是另外一种中药 它本身就是一种中药 好 花一块钱 我们买到 甚至说领到 一蜂给您身体的健康的 这份滋养 对 说到滋养的话呢 我又想到了 咱们一蜂好东西很多 听说一蜂 有这么一片树林 是全国罕见的 那是一片什么样的林子 这片林呢 和众多的这个 我们的树林 它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 呃 这里呢 这个 我的同事说是什么 金丝南木林 对金丝南木林 这个片金丝南木林 很特殊 嗯 我们发现它有偶然性 因为一蜂的这个 天然树种特别多 长寿也特别好 这片金丝南木林啊 正好处在南北候鸟 迁徙的位置 哦 啊 因为多年的迁徙啊 它留下了 把外来的种子带来以后 嗯 那么通过上百年 甚至几百年生长 嗯 在这里形成了成片的 金丝南木林 而且呢 长子非常的好 长势好 没人破坏 刚刚呢 通过这个镜头的话 我们看到了我的同事 葛以明正在那片金丝南木林里面 而且葛以明刚刚是卖了个关子 说在这个地方啊 有大事发生 我还说了 有大事看都市 哈哈 那边什么样的大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通过卫星直播连线的方式 有请葛以明来给我们宣布一下 正在进行的大事是什么 葛以明 你好 有请 好的亲员 今天在塔前金丝南木林的大事呢 就是宜丰县金丝南木科普教育基地 要在今天正式挂牌成立了 这片全国罕见的金丝南木林呢 是在2017年才被发现的 而随着这个科普教育基地的成立啊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 了解它 一起来守护它 那么说它罕见究竟罕见在哪里呢 那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漫步绿树农荫 一边欣赏着悠扬的古风乐曲 一边来长长知识 我们看到今天现场还来了很多同学来探索大自然 讲课的呢 就是南木专家七老师 七老师打扰一下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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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金丝南木很珍贵 珍贵在哪呢 这个金丝南木的话呢 所谓国家二级保护的 而且是国宝 这个金丝南木呢 它主要是要求生长的环境 水空气 它要求非常高的 而且来讲呢 这个金丝南木的生长非常缓慢 说白了就是一定要生态特别好 才能长出南木 那你刚刚说到生长很缓慢 究竟有多慢呢 这个我来考考你们 考考你们学生 考考你们学生 那个你看看这个树 应该是多少岁了 应该是八十岁 还有不同意见吗 我觉得十岁差不多 老师我们都答对了吗 不对不对 这棵树的话呢 应该是二百岁了 如果说是普通的树的话 二百岁的话呢 比这个大三倍 这个金丝南木非常缓慢 所以说生疼国宝 明白了 今天长知识了南木长的慢百年成才 所以非常的珍贵 而在这个林子当中 像这样两百岁的老人呢 还有不少 那整个林子小的金丝南木呢 有上万颗 大的呢是有三百六十八颗 足足上百亩啊 相当于十二个足球场那么大 所以非常的珍贵 好我们再到这边来看看 同学们正在做实验 又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呢 发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 我发现用手电筒罩 上面有许多金丝 我来试试 确实啊非常的漂亮 那据我了解到呢 像这样的金丝南木取材之后啊 要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呢 才能看到金丝 而这片林子呢 是目前全中国金丝最多的原生态南木林 所以非常非常的牛 而这样一片这个非常珍惜的原生态金丝南木林 之所以能够保存的这么完好 和当地村民世世代代代的守护是分不开的 而这样根深蒂固的生态意识生态文化 也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人类保护了大自然 大自然呢也回馈了人类 给一风呢制造了一个大型的天然氧疤 那么空气质量好不好 要用复氧离子来说话 那么为了确保这个数量 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呢 我们选择了人比较少的时候来进行测量 那么一般呢 这个复氧离子的含量在每立方厘米1000到1500呢 就说明空气很清新了 而这里的复氧离子含量呢 达到了每立方厘米2300多 而在整个一封县啊 像这样的绿色是从来不缺的 那么全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 也是高达322天 真不愧是全国百家深呼吸小城 那么张书记 我呀要继续在这好好深呼吸 好好地享受了 那么此刻你们演播室的空气还好吗 气我们是吧 他在那么美的环境下 后面有人抚琴 然后深呼吸的一个地方 问我们演播室好不好 演播室也不差 不好也不坏 我们这里啊 也跟你一样 也有宜峰的空气 你看 我们就带了宜峰的空气 跟你说张书记带 就这个是吧 这宜峰金丝南木林的深呼吸的森林当中 压缩的空气带到直播间了 对的 宜峰 这边是富氧离子空气 对 看到了吗 我跟你说 葛一鸣我也不差 我来闻闻啊 这个 既然是张书记带我来的话 好空气是可以运输的 现在是运输到南昌的江西二套的直播间 闻闻 哇 我眼前出现了一颗一颗的金丝南木林 还有成群彩蜜的蜜蜂 哈哈哈哈 反复我们又回到了宜峰 我跟你说真的哈 有股清甜的味道 对 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有股清甜的味道在里面 清甜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木香的味道 对这个是不夸张真的是不夸张的 对 这真的是和演播室的空气是截然不同的 真的是把一峰的空气带回来了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有一种冲动 应该到一峰去来一次洗肺洗心行动吧 应该去应该去 我建议不仅是我们去 而且电视机前的各位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应该到一峰来个洗肺洗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哎呀特别好 我跟我们电视台领导说 闻了这个气之后的话 今天全天的节目都我做了 精神特别好 特别足 没问题的 嗯 用现在这个流行语来说呀 真的是想低调 一峰这么大的实力都低调不了了 低调低调啊 只能说啊 一峰的空气有点甜 一峰的空气有点甜 真是甜的 呃说完了一峰的空气之后啊 我看这边我们的这个直播台上 还摆放了它 这是您下面要介绍的吧 对 这是一峰啊 是中国竹箱 中国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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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峰的 对一峰的竹子呢 全身都是宝 我们已经有这个竹林啊 有130多万亩 您别这么说 张书记 竹子在咱们江西 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一峰的竹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古人都说的好啊 嗯 宁可食无肉啊 嗯 不可居无竹 嗯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啊 就把竹子看得是非常崇高 是 它是君子的象征 嗯 也是一个祝福啊 一个吉祥的象征 啊 节节高 啊 我们的事业 节节高 我们的发展 节节高 啊 我们的生活 节节高 这也是送给我们正在收看直播节目的观众的哈 对 要说到这个竹子在中国的地位呢 是上得了书房 你看最早的是 书房当中那个竹简 那书用竹子做的 然后下得了厨房 竹笋 难吃的 挑得起箩 对不对 现在这个竹制品呢 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了 下面通一个短片 我们再来领略中国竹箱 宜丰的竹 大家好 我是一个来自江西夷丰的竹宝宝 我有好多好多兄弟姐妹 我的家族可大了 到底有多大呢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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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真不真嗨 这里有我们1.2亿的家族成员 在全国 那可是响当当的三家竹箱 全省稳稳的第一哦 你可别以为我们只有大 我们浑身都是宝 熊叔叔就是我们的老邻居 今天熊叔叔家来了亲戚 煎笋弟弟 冰笋哥哥 还有竹儿姐姐 可要大显身手 冰笋哥哥最厉害了 都是清明前金票细选的嫩笋 经过蒸煮烘烤 做成香喷喷的笋干 再用米汤浸泡切丝 简单的翻炒几下 浇上熊叔叔家自酿的米酒 哇塞 那味道老鲜美辣 竹儿姐姐你们见过吗 她可是我们家族 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儿 只要用当地山泉水泡泡 再加上竹林土鸡汤小火慢炖 那嫩滑的鲜气 到舌头都像尖叫 隔着屏幕让大家流口水 可不是我的错哟 现在是时候出现我的家族绝活 闪亮你的眼 竹家具 竹艺术品 甚至最潮的数码产品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的哥哥姐姐们做不到 快看 这是我做成车厢板的哥哥 他们又轻巧又坚固 还十分有任性 据说外国有人特别喜欢 在一丰 每年生产出5000立方米的竹制车厢板 其中70%都销往了海外 给一丰人民带来了4500万的年产值 六不六 嗯 我长大了要干嘛呢 那时 会不会有竹子坐的飞机呢 竹子坐的飞机 让咱们一丰来坐吧 这是想象空间巨大 想象空间巨大 对 竹宝宝的自白之后呢 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一丰的竹子啊 真是不一般 对 一般一般 全国第三 你还真是清晰上了 全国第三 它真的是全国第三是吧 对 当然我们中国竹箱啊 也是别的地方的 有相同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嗯 我们也可以拿出啊很多啊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 比如啊 你看今天我们节目中啊 我们也带了点 嗯 啊我们移风的 什么 应该说是这个 呃 叫小式牛刀吧 啊 一点点我们竹的 你看这边是可吃的 这边是可用的 嗯 可吃的 就是这个 节目中咱们看的 一个一个来 竹耳 竹耳 对 不是木耳吗 竹也耳啊 哎我没有吃过 它不一样 白色的 白色的 我不知道各位您吃过没有 我是第一次听说竹耳 氨基酸 富含氨基酸 对对对 哎呦 嘎巴脆 你听到声音了吗 嘎巴脆 哈哈哈哈 脆 对 韧清爽 对 清甜 这是竹耳 对 到移风就会知道 嗯 那么来讲的话呢 你看看 我们这里啊 还有笋干 笋干 笋干 啊这个得泡吧 不用泡 也是直接吃 是移风老百姓代客的一个 家常小食 啊 笋干和干笋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不用泡 不用泡 直接吃吗 直接吃 怎么样 哎 哎 吃起来的话 这一咬的话就像那个 红薯干 南瓜干的什么的 但是说它又有竹子的味道 有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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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粗纤维的 这种粗纤维的 嗯 吃了还不长肉 女性朋友太喜欢听这句话 吃了不长肉的 对 又能够解馋的特别好 有力消化啊 哎呀这个好吃 对 你看看 还有什么 吃完了以后还要喝啊 喝 你看 这叫什么 叫竹汁 什么叫竹汁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从竹的 因为移风的竹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啊 嗯 我们的竹的壁厚啊 有一公分 甚至有的两公分那么厚 果然一公分的竹子 那么这个竹子里面呢 富含了很多的啊 氨基酸的多种微量元素的这个这个应该说液体啊 这个液体啊通过我们的特殊加工之后呢 既保留了它原生态的这种健康的成分 同时呢 又有口感 竹汁 竹子的汁液 竹子的汁液 这个竹汁的话跟采什么橡胶的割胶是一样的吗 它跟管子到竹子里面 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呢 它每天的产量也是少的 也是一根管子插到竹子里面 滴出来的 对 一滴一滴滴出来的 哎呦喂 哦我想起来了 这个东西不便宜吧 嗯 我开一罐了啊 有一点技术含量 有技术含量的 我来尝尝 竹汁 我还真没喝过 我在竹林里了 哈哈哈哈 在竹海里了 在竹海里了 对啊不仅竹林呢 哎这个味道是我喝过所有的饮料当中 是没有过的味道 嗯 怎么说呢 你要说它像饮料一样甜吗 它不是说那么甜的 但是它有这个竹子的味道在里面 有笋的味道在里面 嗯 入喉之后呢 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清热嘛 又有一点像这个薄荷的 对 对 有点薄荷清凉的味道 有清凉 有清凉 天然功效饮料 天然功效 降血脂 降血脂 助消化 喝这么多好东西 还有很多 还有啊 嗯 那看一风的这个 不光是这个能竹子吃 嗯 啊 还有用 所以我今天 也从很多我们竹产里面 电视里刚才也介绍了 嗯 我随机啊 抽了两个太大了带不来 有什么 你看 嗯 这个清元呢 每天呢 扶案工作 啊 任务很重 嗯 那么我们呢 要缓解你的尖周延 紧周延 你看看 我们这个竹子品啊 是吧 嗯 有一个我们电脑啊 笔记本的一个托盘 哦 可以调整角度 哎 这个东西好 你看 往这一放 对 笔记本 ipad 对 什么都放上去 都可以 书也可以 对 放在书房里面 这个好 这个好 对 好精致啊 这个很精致 很精致 第二个呢 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笔 竹笔 啊 竹子做的笔 竹子做的笔 一把 对 上面有字 这叫是 禅风竹运 乐享夷峰 这道夷峰买一些 这个东西送给秦鹏 让大家在工作中啊 都想到一种乐趣 而且我跟你说 这是钢笔 现在很多人用水笔 用圆珠笔 用钢笔的特别少 我一直以来 我个人有种观点 用钢笔 才叫真正的是写字 它也是一个 环保的概念 是 环保的概念 哎呀 手感都不一样 特别好 手感 也是大自然的感觉 是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疑风的 民间艺术家 用这个竹的根部 嗯 雕刻出来的一个是 年艳艺术一个吉祥的 嗯 一个 应该说是什么 叫茶筒 茶筒 你看上面有仙鹤 啊 有松树 欣赏性特别强 但是又能用 竹根根雕 又能用 哦 这能打开盖子 又能用 茶筒能放茶叶的 是 好 好东西真多 哎那个导播刚跟我说 啊 张老师姐 那个我们的这个 媒体留言呢 很多人说 我刚吃的那个 耸肝 对 能不能给大家送点 我们今天带来500份 啊 您带了500份了 这是我们一封一个叫 足香飘飘的品牌 是这个耸肝 做的不错 就这个吧 送给观众朋友 是这个是吧 对对对 一罐一罐的 好 带了多少罐 500份 各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多说了啊 好东西要抢 如果说你手快有手慢无 500份的耸肝 二维码扫描一元购 马上让他带回家 呃 看来这个一封在环保方面呢 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 是不是过程当中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没错 这个 五月二十一号啊 到二十二号 这个 习近平总署员来我们江西啊 应该说再次来考察 嗯 再次指出 要加快构建的生态文明体系 做好治山里水 险山露水的文章 打造我们美丽中国江西的样板 我们一封县啊 一直以来 按照新的发展理念 按照省委的要求啊 在环保方面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理和财力 嗯 并且呢 形成了一封的特有的独有的 通过13个部门综合整治一封的生态环境 组建了生态警察中心 嗯 全方位的管控管控好啊 一封的山水林田湖草的可持续发展 哦 这方面的工作啊 应该说我们也得到了呃 神委书记和省长啊 啊 的肯定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一封的老百姓啊 啊 大家也看到了 自古以来 就有一个自觉的意识 嗯 保护好生态啊 把这种保护生态的这种习惯 已经内化为家风 内化为村规 嗯 内化为民俗 嗯 谁破坏环境 就要惩罚谁 让这些破坏环境的人 像老鼠一样的 人人喊打 形成一个整体自觉了 对 这些啊 我们一封的这些做法 也都收入了国家环保部 嗯 和一些我们非非移的啊 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哈 你看这么多年来呢 保护生态的理念呢 是被传承下来了 这些是没有变的 而变化的呢 可能就是说是 保护生态的这种手段 是越来越先进的 在变化当中 难怪一封有这样的好山好水 好生态 北纬28度 乐享一封 呃 在一封的美丽 还有哪些跟你说 远远不止这些 在一小段宣传之后 我们再接着说 北京时间的上午的10点半 欢迎各位回到由干昌县兰 特别播出的江山多焦 我和我的家乡 北约28度 乐享一封的大直播 通过刚才我们的篇章呢 感受到了一个神秘的一封 一个绿色的一封 不仅仅是青山绿水 而且是绿色的生态保护意识 做得也非常好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词绿色 对 一封不仅有绿色 嗯 还有浓重的古色 古色 因为我们一封县城啊 包括全县建的 简直有1800年的历史 嗯 在这1800年的历史过程中啊 一封啊 应该是人才辈出 在人才辈出这里面 最为大家关注的 享誉的 陶渊明 陶渊明 对 陶渊明的那句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啊 就是在一封创作的 真的假的 这两句话我们各位都知道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你说是陶渊明在一封做的 有证据吗 张中介 对 我们也做了一个文物考证 嗯 一封有个村庄啊 就叫东离夏村 边上的一座山 就叫南山 一封的城堂啊 嗯 就是陶渊明的出生地 并且当地老百姓啊 我去了以后啊 跟我们讲述了很多陶渊明的 就史家一封的小故事 应该说相传很久 那你们考证我这事还真的是哈 对 以后有人问你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谁在哪写的 陶渊明在一封写的 你看我们又长坚持了 其实今天这个看大直播之后 我们仿佛是打开了一个宝库一样 一封是不断的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惊喜 要说到宝的话 此时此刻的现在在一封在现场 正在进行一个赛宝大会 就是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 宝贝和宝贝比一比 谁的更加是宝贝 现场的情况我们去看 好 来 关注现场 大家静一静啊 发送物发天堡 轮接地里 我们天堡 突出生堡 上堡了 这是我的主堂的天堡 这是我爷爷的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 下来的 你们上什么 这是各家二级文物 春秋正格时期的纽终 这是我们天堡出土的 迄今两千多年了 下来的 1953年 天堡像牛行山出土 商代大型铜毛 在江西发现上述首次 它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欢迎大家来天堡 特别兴奋 我们看了之后也开心 要说到赛宝的话 这个怡峰的宝贝很多 今天张书记就把怡峰的 其中的一件宝贝 带到了我们直播间的现场 通过屏幕您看到了吧 张书记您来介绍吧 对 刚才在节目看到的 今天我带来的 给节目组带来了 呈现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我们一个天保古增 出土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来你看看 这就天保古增出土了 国家二级文物 对 这也是经过批准 因为今天是很特殊 能够让观众朋友 能够更细致的 能够看到这个文物 批准才带得出来的 对 严格的程序 那么这个钟 看一下 国家二级文物 对 这也是非常非常少见 就在我们一个箱里面 它名字叫什么 是一个钟 一个乐器 你看这个凸起的部分 有十八个 乳丁 乳丁 它每一个就是一个音节 你看通过它 就能够奏响出 我们那个时候 禅风足运 乐响移风时期 春秋时期的 春秋乳丁 所以呢 我想 青铜 青铜器 青铜器 我想大家观众朋友和网友 要看的这份宝物 我们一封有刚刚新建好的博物馆 自己看一看 大家可以去看 好细节 有兴趣的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别称啊 这么有名的地方 天堡古村呢 就是原来我们的古县崖所在地 古县崖所在地 所以那里呢 说实在的是流传了很多优美的故事 我们那里呢 这个古村呢 现在呢 正在做这个保护性的修复 据考证 我们这个古村呢 是在这个应该说明清时代 是最为鼎盛的时候 有小南京之城 小南京之城 对 它有48条巷 48口井 有水嘛 有护城河 有六个城 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古城 城市建设 是个典范 我们的同事踩点的时候 说到是江西第一古村 就在你们那儿 是这个村吗 就是这个村 到目前为止 它还有现存的20多座 有500多年的这个古池塘 有120多栋 这个明清建筑的这个古宅 应该说啊 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我们移峰县 现存的 在全国享誉文明的建筑博物馆 好 都挺好玩的是吧 大家在节目中介绍了 都可以去看一个 一个一个说 松丰刘家 松丰刘家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同事 刘延延就在松丰刘家 哎呦喂 都姓刘 正回了家 那边的情况 你看到了吧 通过这个视频 刘延延穿上的古装 要穿越了 来延延 下面的情况 你来介绍吧 如请 收集亲员 小女子这箱有礼了 那现在呢 我是已经完成了穿越 我依然是在我们的 宋风刘家 你看啊 我身后玩的这个呢 就是在咱们这个 中国古代 非常有名的 这个网红款的游戏了 就是中国古代的 这个促军 也就是咱们这个足球了 那因为的 这对抗性非常好啊 所以在古代 变成了练兵之法 同时也是个游戏的项目 那现在呢 其实在现场 除了有我们这个 促军这款网红游戏之外呢 还有好玩的东西 是特别特别的多啊 你看这边玩的呢 就叫做这个头湖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玩的 来镜头跟上我 这是电小二哈 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 这个游戏是 人战在一只 人战在一眼的电影 把这个线途到狐里期 投诉的一番 要接受惩罚 所以两米 他们都是违规的啦 因为他们都没有到两米 是不是 那我决定跟他们 PK一下 看看今天在现场 我能不能赢 我挑一个 看上去比较弱的 来 练来了吗 没有 这也才干 那前面投诉 不行吗 不行 那我就跟你比了 我们三只剑 三起两伤 好不好 好 好嘞 给我加加油 给对手也加加油 好那咱就开始了 我先吗 好 第一只剑 预备 预备 起 来 我就差这么一点 来 继续 三次 再来了 最后已经结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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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怎么办 我要有惩罚 要怎么办呢 那参丧歌可不可以 好 那我就唱 今天天气豪庆朗 好 唱完了 其实在咱们这个宋方刘家 好玩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好吃的呢 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 书记信员 接下来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来跟上我 什么东西 好来 咱们这个玩的不耍赖极了 这个呢是白白的 硬硬的 嗯 吃上去呢还是特别特别的甜 您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你们先猜着 我要继续去找好吃的 猜着哟 书记他拿的是什么 这个我来回答 那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 我们也带到这个演播间了 这个呢 按照疑风当地啊 它叫什么 叫叫蚕片 蚕片 蚕片 蚕片或蚕片 嗯 好蚕呐 能吃的 那你看 看它有几个特点吧 第一 它每一样做的都不一样 你看 都不一样 是吧 都不一样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造型不同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呢 第一呢 它把它做成花形 嗯 或者说这个某一个建筑物的形状 嗯 第二呢 它用在哪里 它是老百姓也跟它这样的 代客 很好吃 你尝尝 我尝尝哈 嗯 甜的 嗯 家家都会做 萝卜做的吗 不是 什么做的 我只能告诉你啊 做好这个东西要15道工序 这么复杂 对 它是什么呢 这个体型是一封老百姓的勤劳 嗯 这个是柚子做的 柚子做的 对 成片 成片 好 我们是 哎 到一封哈 吃这个东西哈 没见过的 盐盐我知道了 这个叫成片 这个特别多 对 成片是吧 那恭喜您答对了 那书记 您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不过我们要先请这个 殿下二跟我们介绍一下 来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一封松肉 什么讲究呢 它是一年四季 嗯 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大小宴席 都一些必须必上的菜 那我看有不同的做法是不是 它有多种做法 有炸的 有蒸的 还有炒的 我看咱们现在是锅里蒸是炸的 它因为这个菜呢 它就说老少皆宜 嗯 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 小孩呢 它就吃是蒸的 它就吃是金黄的 哦 它就日口即化的 那我就尝这块吧 你 对 我们那个牙口好的 好 我来尝一下啊 嗯 嗯 真的是 松 酥 嫩 滑 哎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书记推荐的 那个八大碗里的这个松肉的做法 一共松肉 八大碗其中一碗 好的 那书记 我已经吃到了您推荐的这个松肉啊 真的味道不错 五克星好评 给您点赞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 我也吃到了你推荐这个成片 也叫铲片 嗯 在这个松丰留家 松丰留家的话 张叔姐 我来问您 你们那儿有一个小伙子 这段时间尤其是在网上特别的红 你知道他谁吗 红得不得了 红得不得了 大学生烧饼爷 对了 就是他 来 通过短片 我们再来认识这个 红遍网络的大学生烧饼爷 卖烧饼啦 卖烧饼啦 你 有证吗 当然有啊 哇 大学生 我叫刘伟 是远近文明的台湖山 现在的主业是卖烧饼 你可别小看了这门手艺 我卖了烧饼 可是我特意从长沙学来的 连每干菜都是从湖南长沙 特意进来的 特别好吃 上一个月 光五一四天 我卖了7680多块钱的烧饼 不错嘛 厉害 其实 在今年春节前 我还是广东的一名小白领 每天过着写字楼和出租房 两点一线的生活 今年春节 老妈特意打电话叫我回来 说家里变化很大 一定要回来看一看 回来以后 我一看 真的不一样了 家里变成了景区 春节那几天 村子里都快被游客请报了 在外打工 不如回家创业 现在我的目标是 做大学生烧饼 做网红烧饼 做来了一封 一定要吃的烧饼 说实话 以前在外面 有野心 也有暴风 但是 十年的时间 我也没得到我想要的 没想到 才几个月 我就收获了很多 我自己的变化也很大 我爱我的家乡 哎呀 说得特别真挚 我爱我的家乡 幸福的笑 真的是 你看 自信的笑 不仅有好的生态环境 还有好的创业环境 对 大家看到他的幸福的笑 自信的笑 开心的笑 印证了我们 我们省委 推荐大中创业 万能创新 还有乡村政策计划 在移风 已经落地了 下一步 我们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吸引更多的 有志青年 有才青年 回乡创业 把我们的农村 做得越来越美 把我们的产业 做得越来越强 我想 推动我们江青 搞自己的发展 好 要说到这个 越来越美的农村 接下来是我们的 一路记者楚苗 正在盐岭 打招呼的时候 说到了 那么楚苗在盐岭 又在干什么 他又发现了 信封的什么样的美 一封的什么样的美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楚苗 你在那边 在盐岭 干嘛呢 跟我们来说一说 有请 书记信员 观众朋友 全国的网友们 大家好 那大家看到了 我刚刚呢 是在锤钓啊 然后你现在看到 这些一桶小龙虾呢 全部都是 我今天上午的 劳动成果 刚刚钓上来的 可新鲜着呢 而且呢 个头也还不错呀 哎呦 我喜欢 来 看这边哈 像这样的这个 小龙虾养池塘呢 在我们盐岭村呢 有八十多亩 每到这个小龙虾的旺季 来这边钓虾 吃虾的游客 可以说是 络绎不绝 那这个呢 也给我们盐岭村 带来了一笔 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 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呢 我说今天在这儿 会有一个超级大party 那张书记呢 也没猜着 是个什么party呢 当当 往这边看 没错 我们今天呢 此时此刻正在这边举行 啤酒龙虾超级狂欢大派对啊 看我们的这个露天小厨房已经搭起来 师傅呢 已经吵起来了 哎呦 小龙虾的香味我已经闻到了 哎呦妈呀 我的口水快流出来了 师傅 我想问一下 你作为这个今天的掌厨大师啊 肯定对盐岭村的小龙虾很熟悉 你觉得这个龙虾跟其他的地方相比 有什么特色 因为盐岭这个生态环境好 呃 无物人的环境下养着这个小龙虾呢 它的口感好 肉质嫩 呃 吃的健康 吃的换行 吃的健康 吃的营养 那不打扰师傅了 那接下来呢 我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哦 请准备好纸巾 为什么呢 专门用来擦口水 来往这边看 当当 今天为了这个狂欢大派对 我们专门准备了100斤的小龙虾 你没有听错 是100斤 而且呢 特意请来了我们的大力士小哥哥 来为我们盗虾哦 那话不多说了 我们上虾 太壮观了 我的妈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虾 好香啊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相信 大家隔着屏幕呢 也已经闻到了我们小龙虾的香味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为了我们盐岭村的小龙虾来的 吃 想不想吃 想 那还等什么呢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呢 呃 光吃不够过瘾 要不我们来个比赛好不好 一分钟之内 看谁吃的龙虾最多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之王啊 有谁要参加吗 举手 哇哇哇 要不我挑五个吧 一二三四五好不好 来 听我的口令 三二一 开始 哇哇哇 我们一般吃龙虾都是剥掉虾头 然后用手工来剥虾壳 哇这些小哥哥直接上嘴吃了 天呐我也好想吃嘛 哎呦我的口水快流出来了 那也有优雅的小姐姐是用手慢慢的剥虾壳 想必这个虾的味道一定非常好 所以大家是吃的这么的欢乐 来 这位小姐姐我看你吃的这么慢跟冠军也是无缘了 我采访一下你哈 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盐岭村的小龙虾好不好吃 我是一个吃货 盐岭的龙虾真的味道不错 还没有来的 欢迎你们赶紧来 欢迎大家赶紧来 没错 我们这边的狂欢大派对呢 还在继续啊 那我相信屏幕对面的你 不但是闻到了我们小龙虾的香味 而且呢也感受到了我们现场 这么样一个热闹的气氛呢 那呃 直播间的书记 庆元 你们就只好咽一咽口水 继续好好的直播 那我呢 就要消失一下 去吃小龙虾咯 来 行 拜拜 吃龙虾 大家过来吃龙虾 哎呀这是一段极具诱惑力的这个直播啊 只有咽口水了 对 只有咽口水 哎 感谢楚苗从一封阴岭所发挥的卫星直播连线 呃 要说起来这个夏天没有小龙虾的夏天是不完美的 对 除了小龙虾 张说你们觉得在一封的话 过夏天还能吃什么 还可以吃什么 实际上还可以吃我们诱人的全鱼宴 全鱼宴 去那儿去娱乐新桥 娱乐新桥 对 哎 娱乐新桥的话呢 此时呢 我游路同事 田店在那边 呃 那边的鱼到底又怎么样呢 那么接下来田店前面抛了一个话口 说钓鱼的人怎么怎么样的 来听他怎么说 田店你好 有请 好的清源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还遇到这个会钓鱼的人 你就嫁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呢 在现场啊 有很多这个拿着自拍杆和三脚架的这个网络主播 虽然说呢 他们不是这个美女啊 不是颜值担当 但是他们也算是个个是这个网红了 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我们今天在这儿呢 是在举行一场全国性的钓鱼比赛 其实除了这位之后呢 大家通过我们镜头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现场啊 还有很多拿着自拍杆啊 三脚架的 哎呦这边来了一个 你很专业呀 这个手持云台都用上了 这是在什么平台上 上鱼是不是 我看粉丝特别多呀 对现在这个粉丝呢 已经有五万多人了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呢 是全国性的比赛 里面有很多钓鱼界的大咖 然后我们来给他做直播呢 也是为我们增加流量 听说他们大咖都是自带流量来 对对对对 好那不打扰你做直播了 谢谢谢谢 那么其实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宜峰的这个新桥村呢 它是有这个全国性的 这个钓鱼比赛 每年呢会数不胜数 有的时候多的时候 一个月呢 都会有两到三场啊 那大家呢 再跟着我在村子里逛一逛吧 整个村子里呢 都是以这个鱼文化 鱼元素为主打啊 我们来看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鱼具博物馆 虽然小巧 但是特别精致 里面有这个抓鱼的捕鱼的 甚至是摸泥丘的工具都有啊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而在这旁边呢 有一个这个娱乐书吧 再往外走 我们可以看到鱼文化科普长廊 那么整个村子呢 让人感觉是特别的小清新 那么那问题就来了 一个这样的小村庄 虽然说没有水系穿过 也没有特别独天 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吸引了这么多垂吊界的 大咖云集于此 而且呢 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气候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请教 新昌镇的党委书记了 来 萧书记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 请教一下您了 好的 这个一乐星桥啊 这个全国钓船呢 主要是村民有一个钓鱼爱好者 通过网上宣传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钓手 到这里举办全国赛 同时呢 咱们这里呢 利用这个平台 打造了一乐星桥 秀美乡村 村里面呢 也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发展春级的经济 一级的每年呢 可以征收二十多万年 也就是说 我们不仅村子变漂亮了 而且老百姓的这个腰包口袋也鼓了 对对对对 我们同时也引进了这个水上乐园 发展了乡村旅游 带动老百姓征收致富 好嘞 做得真的是太好了 谢谢您书记 那现在的这个新桥村呢 名字也有了改变 叫娱乐新桥 也是期望呢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可以享受钓鱼的快乐 同时呢 还能够释放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那据我了解啊 未来呢 这个娱乐新桥 还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那这个小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要请演播室的张书记啊 来给大家解答解答 秦然 好 感谢甜甜 娱乐新桥的小目标 张书记是什么 这就是 我多次跟他们也是商量 跟村民一块商量 这个我们近期 要打造成4A的乡村旅游点 中期和远期 要作为享誉 干西地区乃至全国的 钓鱼的这个峰会圣地 赵这个势头的话 一定会很快实现的 我们再去看现场的热闹 此时此刻呢 这个导播通过耳机跟我说呢 说这个 在宋丰刘家的妍艳 有了新的发现 妍艳什么样的新发现 跟我们说说 来来来看镜头妍艳 什么新发现 有请 好的 书记亲爱您好 依然呢 我现在是在我们的宋丰刘家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甜蜜船业 您是不是做好准备了呢 好的 感谢我们的最强伴娘团 最潮伴娘团啊 那现在呢 我们是也然已经穿越到这个 古风婚礼的仪式现场了 您看的是八胎大叫 还有咱们的索纳罗骨 包括我们的十里红装 凤装霞配啊 都已经呢 是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 古风仪式的现场了 让我们一起去现场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会经过这个几个简单的 但是却非常传统的环节 比如说撒古豆啊 卖火盆啊 或者是这个跨玉安 那这些呢 都是在咱们古风婚礼当中 会经常出现的这个 结婚的仪式的流程了 新娘快火盆呢 还有新娘快火盆 代表的是生活的红红火火 快玉安呢 代表的是一生平平安安 那我们看到现场的媒婆呢 还在一直这个撒古豆 应该说是 一撒金二撒银 三撒富贵礼 那经过这样的环节之后呢 他们就要进里面去拜高堂了 拜过高堂 喝过焦杯酒之后呢 你们知道环节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肉动房了 不过这样的甜蜜呢 我们要留给他们小两口了 来我现场问一下哈 我们的游客 哎 来 这个方形容 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怎么样 太晚了 你今天看了吗 第一次看 家里要嫁女儿吗 要 那以后嫁女儿的时候就来我们送风流家好不好 好 好的 那看来现场不仅是有这个来结婚的 还有想嫁女儿的 如果你想感受最传统的古风婚礼的话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送风流家 好的 实际亲缘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爷爷 我看挺好 在这举办一个婚礼啊 我想是无论是哪家人 娘家婆一点都开心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由干昌县兰 特约播出的江山多交 我和我的家乡 北北二十八度乐 想一风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你看哈 我们到这个送风流家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游客特别的开心 呃 要说到旅游的话 有些地方的话 貌似也很有名气 但游客去完之后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去了一次不再去了 你看咱们这个现场啊 看到很多游客是又带了朋友来的 就是来了还想来 那么你们一风是怎么做的呢 一方面呢 我们要精致建设 我们通常讲叫三分建设 还有呢 七分管理 哦 这些管理啊 就是我们一风独创的 群众参与 政府引导 社会监督 企业参与 共同啊 把通过乡村的建设 引导为乡村的产业 嗯 形成可秩序发展的模式 是 所以说我们游客喜欢来 对 愿意来 呃 一风的人也特别的文明了 但是一风的卫生环境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又有这么一个体验 就是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穿了一双特别白的鞋 走到一风的很多地方 这一趟下来 我们看看她的小白鞋 脏了没有 这一趟下来 小白走一风 你看漂亮女孩那双鞋走下来之后呢 还是特别的干净 我们以前总说新加坡干净 香港干净 一星期的话皮鞋不脏 衬衣不脏 一风也是这样的看来 所以大家看着那个短片 有没有这个感觉 如果美丽没有了精致 美丽没有了干净 那就不美丽了 是 所以呢 这么多年来啊 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的要求啊 推进沉香环境改造 按照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透透亮亮的 这么一个普通的 但是又高标准的要求 推进一风的四层统建 我们一风是全国文明城市的提名城市 是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城市 也是国家生态城市 同时呢 也是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这些呢 是我们一风 前进的目标 工作的标准 也是百姓的期盼 只有这样 一风啊 才能够 按照这种高标准的要求啊 打造成 洁白的 干净的 透亮的 美丽的一风 那住在一个这样的城市当中 会有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最后发现全是 一风的当地人 我们来请一风的当地人 说说她的生活 说说她的城市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一风人林林 今天天气特别的热 到无人超市了 买了一瓶冰仁 扫码支付 一件非常的方便 无论加班到几点 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你想买到的食品 大家好 我是一风县经理国际 小区的业主七在南 从去年开始 我们小区进行 垃圾分类的投放之后 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好了 不断可以整合资源 合理利用 还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生活在这里很开心 很舒心 大家好 我叫王畔 是良田铺村人 你看我身后的小桥流水 是不是非常美 2017年 我们一风县被评为 全省清洁工程先进县 有215个村都变得这么美 快来我的家乡做客吧 我在一风等你 大家好 我叫一强 是土山土长的唐埔镇 以前我们唐埔很都没看 这环境造成了疫情的营长 疫情也没看干净了 改成了光复发电 污染没有了 环境好了 空气清新了 不行 你来喂一文 大家好 我是之前厨房单家的 这是我们双风领长 工程的幸福食堂 这次吃饭的都是 六十岁以上的留守老人 每月最多两百 一天三餐可吃一个月 而且装作老人爱吃的饭 老人们不说吃得很幸福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我的呢 大家好 我是一风县路灯管理所熊小金 乘抹这个角度 你们看看一风的夜景超赞吧 我们县城大大小小 有三十多条路 有路灯九千五百闪 仅更灯两万六千闪 城市亮发后 和百姓晚上出行 更方便 也更安全 我爱你 我现在还在回味到 一风人说一风的那种 自豪满足的感觉当中呢 还真的是我同事所说的 一风日新月异的变化者 这也是和我们的江西的日新月异 是相同步的 这些的成果真的是来之不易 刚开始的时候 各个方面 特别是些老百姓都不理解 我们刚刚摆到绿化道上的花 或者植被就被破坏了 有的刚刚修的道路就被破损了 还有的呢 我们的这个一线的管理人员 及时去修补 及时去制止违法违规的行为 老百姓也有一些不理解 但都通过这些成果 这些发展 老百姓认同感 自觉感增强了 现在的一风越来越文明了 越来越和谐了 心灵越来越美了 所以我想啊 真的希望大家 独来一风看一看 因为人人一风 人人都是环境 人人都是形象 好 不仅是城市变了 这个住在一风的人呢 他这个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自己呢也变了 这是以前的是为了一个小家 可能花好看 拿到自己小家去了 现在某人意识到 整个大家好了 整个一风好了 我们才所有人才会好了 好 那么关注完了这个一风感受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娱乐新桥 娱乐新桥刚刚进行的不是一场钓鱼比赛吗 听说现在正在进行另外一场别开生面的新的比赛 具体是什么 我们就请田田来跟我们说一说 田田这是在哪呢 后面这是泥塘还是池塘呢 请说一说 是的 是的 清源 那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呢 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了 那我也算是这个优胜选手了 要给你们来展现一下我的这个成果 来看一下 红红火火的这个 哎呦红鲤鱼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啊 会让大家有这个挽起裤腿的冲动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这个在进行的比赛 就叫浑水摸鱼 那今天我们都市方行游的游客 也来到了现场 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呀 我们说今天啊 这个地方呢 浑水摸鱼 能在这样稀巴汗的泥巴里面 能站稳脚跟就不容易了 何况呢 还要摸到鱼 我来问一下 你们都摸到多少条 有收获了吗 这么多 你这有多少条啊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哎呀这是什么鱼 全部是碗鱼 一二三四 底下还有是不是 这个在里面摸鱼 是不是很有难度 有点难度 这边有三条 你这边呢 我两条 两条 都是收获满满 实际上全是泥巴 但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 大家依然很开心 对不对 确实啊 我们觉得这个季节呢 我们说请人吃饭 不如请人出汗 想要在这有收获摸到鱼呢 大家一定是会大汗淋漓 不过这个汗出的也是特别值得 因为刚才书记有说了 我们今天现场摸到的所有的鱼 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家 但是要我说呢 我们也别带回家了 因为在村口今天啊 是摆起了一桌这个全鱼宴 我们看到这个柴火土道呢 也已经是支起来了 我们的大厨也在现场烧起来了 哇好香 这是什么鱼啊 红烧鱼 鲫鱼是不是 炒鱼 哎呦你就已经拿着碗了 这鱼还没烧好 不能吃 能吃的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有烤鱼 和鱼 还有这个三丝鱼卷 剁椒鱼头 可以说是集这个和鲜 还有海鲜鱼一体啊 那色香都已经俱全了 味道怎么样 这大姐说好吃吗 好吃 哪个最好吃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是不是 这个颜色 这个鱼的味道很好 然后颜色也很好 那我们也借着这条鱼 来祝福我们这个娱乐星桥 年年有鱼 红红火火 千年书记 我们现场就是这样了 好 不仅是娱乐星桥 年年有鱼 风风火火 对 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啊 生活也是红红火火的 对 要说起来这个精致秀美的一风 魅力还不止这些 在小段的宣传之后 我们再接着说 好 这里是由干昌线缆 特约播出的江山多焦 我和我的家乡 北北28度 乐享一风 穿越到古代 去接一场婚礼 体验一下宋代的人文气质的 艺术审美 要说到旅游的话呢 记得在这个旅游城市 排行榜当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就说到了一风之后啊 刚刚你看我们说到了什么 有中国最美的县城 有江西省首批生态的 文明先行示范县 中国竹箱等等 还有全国的 十家的生态文明城市 张书记 这些荣耀 这些荣誉 要说起来的话 恐怕就说不完了 太多了 是吧 所以大家看的感觉 很热闹 很有这种冲动吧 我就想说一句话 来吧 一个小时以后 咱们就可以相见了 对 交通特别发达 来吧 一个小时以后 就能相见了 现在呢 其实还有块这样的内容啊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有 有一个答案还没有揭晓 就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封县的谢县长 在为直播而忙 他又准备了一份大礼 要送给我们这个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这份大礼是什么呢 目前这份大礼 是不是出炉了呢 我们来看看吧 好了 训委员书记 这份大礼啊 目前是已经完成了 而且呢 正在展厅给放了呢 但是呢 我依然没有见到他 因为啊 这个神秘的面纱呢 要待会儿才能揭晓 因为我们要完成 谢县长提的问题 是的 我想考考大家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一块 普通的石头吗 不会问题这么简单吧 它不是一块普通石头 它是个矿石 而且还是尾矿石 也是今天这份礼物的原材料 就用这个做的是吧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今天在展厅当中的很多的微晶石啊 包括这样的微晶板呢 都是用这样的尾矿来制作完成的 那就是说 今天这条生产线 是一条变废尾宝的生产线了 对的 那这样的微晶材料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它这个材料特点啊 它有玻璃的光泽度 有陶瓷的色泽 它的耐磨性呢 比一般的材料要好 而且呢 它还有两个特点 可以在这个材料上呢 做任何的图案 还可以根据需要 做到无限的长 目前呢 这个工艺呢 也是在全球 都是领先的行列 全球领先啊 这样的技术 听完之后 确实是令人很振奋啊 说了这么多 我和现场呢 其实很想通过 非常直观的方式来 看到这些特质的呈现 那么接下来 来我们看一下 用一个检测实验的方式 来看一下吧 此时呢 在我们的外面 展厅的外面呢 已经开始了 这样的小测试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整个的微晶面板呢 现在悬空地面 高度是10厘米 它的厚度是1.5厘米 看看能不能承受住 两吨汽车碾压 现在上去了 发生了微小的形变 但是体现的是 它的非常强的柔韧性 整个车现在 走过去 没问题 非常不错 看完这样的测试之后 我发现 咱们的这个微晶板 它的这个韧性 抗压能力 耐磨性能 完全地展现出来了 拥有这么多 优点的微晶材料 我真的很期待着 用这样的材料 制作的这份大礼 也就是微晶板化 究竟会呈现出 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接下来 有请咱们的县县长 和所有参与 制作这份大礼的 朋友们 包括两位画家 一块呢 来为江山多礁 我和我的家乡 大美 一封微金板画的 节目 三 二 一 节目 哇 真是满目的 松月啊 令人心旷神怡 竹林山海 造化奇观 在这幅画卷上 我看到了 青山绿水 更看到了 一封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对于 谢县县长而言 他可能有更加深的理解吧 是的 你看 这幅画有很多移峰元素 有九岭山脉 观山 是移峰的 这个最早的江西省 最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还有天保古城 这是我们干西 时间最早 规模最大的一个古村落 这几年 我们按照 许总书记提出的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啊 建设 十个秀美乡村点 以此带动全县的乡村旅游 当然我们还有非常便捷的 高速公路网络 以上这些呢 我们通过这幅画来展示 大美生态科技文明新一丰 张书记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这份礼物好不好 也欢迎大家 咱们一块问问庆元吧 谢谢了 问您了张书记 这份礼物好不好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问问您 我们先生一起问问您 行 我作为一个观众行 我这么看 当时他们在节目的时候 一打开 雄魂大气 太好看了 非常棒 特别好 这个微晶纸板画 这个是我们线这几年 走新兴装置材料 一个两条路线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焦点 新科技 新科技 震撼到了 这个叫 就是我们一方面走工业路 工业路线 一方面走 叫创意路线 这就是工业路线和创意的 相结合在一块 这个材料 它是用生态的方法 利用了工业的尾矿 我听刚 听说它叫什么 叫微晶板 微晶板 这个微晶板 这是我们国家科技部和工信部 最近已经认定了 我们这个材料 是全世界首创 独创的 在这个领域是填补了我们国家的空白 你刚一指的话 发现 您这个带的就是 我还带了一个小礼物 说小礼物 这个画呢 又是我们遗风的 叫盛景图 这是画的咱们遗风 画了 画完了以后烧制的 画完烧制的 这个总共要用21道工序 这么复杂 对 21道工序 这就是那个微晶板 这些微晶板 不是磁板 不是玻璃的微晶板 高科技的 我们听声 这个微晶板的一方面 它加工的工艺很特殊 第二个呢 它应用的理由非常广 最关键 最关键 它呢 是一个绿水金山 像金山形转换的一个科技典板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装修需要的材质 你不需要去开山了 不要去破坏 我看看 那么所见之所得 你需要什么样的花 需要什么的颜色 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那其他的陶瓷什么的话 就是对环境是有着影响的 因为它要破坏三体 这个是环保的 全部是环保的 我看那个汽车 从上面碾压过去的话 也是不会破碎的 强度也是耐久的 你不需要考虑它的破损的问题 等等 那它也是不变形的 不变形 不卖腐蚀 这个韧性刚性都不错 这咱们老百姓 装修什么盖房子 能用得上吧 能不能用得上 包括刚才咱们节目 看到的一个 咱们地铁站 高铁站 今后说不定都是这个材料 环保高科技 环保 那我家里不想要这个画 我想画一幅 我们家的全家福 对 你来一封 特意烧制可以吗 可以 可以烧制 多大都可以 私人定制 可以 太好了 尤其是家里有别墅的 这一面墙的话 自己家全家福 对 一整面 一整面 没有接缝的 一整面 又给我们打开了一个 看眼界的窗户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来以风看一看 我也给大家当的道一 真好 这个新的东西的话 我们 如果要送的话 我们的观众就太多了 对 送不了 那么 我今天呢 也是这样的 因为生产这家厂 是一个 我们以风 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老企业 它也是转型升级 过去呢 它是专门为 这个中东 欧洲 美国市场啊 做一般性的 这种玻璃制品 那么目前呢 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设备 目前呢 这个又创造了很多 新的小工艺品 这是玻璃制品 所以今天呢 我给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啊 送去的 这个小礼品是什么 是由他们提供的 500件的 小的玻璃制品 这家高科技 企业所提供的 玻璃制品 对对对 好 这个企业 它是这个 全国唯一 全国唯一 全球呢 全球也唯一 全球唯一 这个是全球唯一的一个 企业当中 生产出来的玻璃制品 500件 送给我们的观众 好 一元钱 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那么进行 来抢购 如果你们家这个玻璃杯 肯定是有的 但这个玻璃 一定不一样 一元钱拿回家 看看 它有什么不一样 抢玻璃杯了 享受一下 在全球唯一的 高科技的这个产品 你看刚刚呢 我们是说了很多 那么这两天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记者来说的话 也是感受到了很多 走了很多 疑风的地方 对于我们的多路记者来说 他们到底 用一个词或字 来总结一下 他们对疑风的感受 又是什么 我们来通过 微信直播连线的方式 来问问他们 有请他们 一一跟我们说一说 首先有请我的同事 舒华 来 舒华有请 来说一说 请愿张书记 全国的网友 以及观众朋友们 说到今天上午的直播呀 我想用一个字来形容 我对疑风的印象 那就是 爽 不仅好水喝的爽 而且呢 好药采的爽 好菜 吃的爽 总之 一句话 疑风 爽 爽 爽 疑风的空气 也是爽 接下来问 好 王天天 天天 用一个字 和词来形容的话 你会怎么总结呢 天天 有请 念词呢 是乐 因为来到这个新桥村 不仅娱乐 而且人更乐 因为可以钓鱼 摸鱼 还可以观鱼赏鱼 最主要的是 能够遇到 适合嫁的钓鱼男 所以呢 娱乐新桥 等你一起 乐 乐 乐 这个总结的好 乐 我们再来问问 这个屏幕下方的 楚苗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 字词 给我们总结 楚苗你好 有请 说句亲缘 那要说今天 用一个字来总结 今天的遗风呢 我想给出的 这个字就是 嗨 那今天我们是 吊虾吊的嗨 比赛比的嗨 吃的嗨 喝的嗨 玩的嗨 而且呢 现场呢 大家也看到了 是嗨到爆炸 所以今天 我们的遗风是 好嗨哟 好嗨哟 这个字在他们 那个地方呢 还真的是非常准确 对 好 来问问这个 爷爷吧 爷爷在这个 宋崩刘家 是吧 来看他那边的 情况怎么样 爷爷 哪个字 给你印象最深 怎么总结 赛跑的这个 穿业之美 所以在这呢 我们要特别为 好吃 好玩 而且会生活的 咱们的 会玩穿业的 宋风刘家 点赞 好 那么继续有请 下一路记者 胡帅 胡帅有请 什么字 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数据清源 我们今天的这个 关键字啊 在微经版画当中 可以找到 那就是新字 这一天呢 在遗风 我们看到了 大美遗风的 新风貌 刚才呢 和县长一块 感受到了 科技文明 新遗风的 这种创新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真真切切地 体会到了 遗风人民 兢兢业业的 用心 用心 我们也感受到了 遗风的 心心向荣 好 谢谢 有请葛一鸣 葛一鸣 您来说一说 有请 好的 书记清源 今天我们这的 关键字呢 就是甜 这里的空气 是甜的 老百姓的生活 也是甜的 如果说你也想来 感受这份甜蜜的话 就赶紧来到 遗风县吧 我们一起在遗风 等你来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多路记者 用他们自己的感受 简洁出的 纷纷的不同的一个字 来跟我们说 你看 有爽 乐 嗨 想 心 甜 真是 有个说到您的心窝里了吧 张说弟 对 对 那要说到遗风的话呢 你看时间不多了 今天快到11点20了 我们今天的大直播 不是100分钟了 而是要110分钟了 说到遗风 这是说不完的话 说不完的话 要到遗风的话 您觉得 我们应该是去遗风 哪玩 哪看 哪听 哪逛 您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这个省委的刘奇书记 省政府的义恋红省长 多次来到遗风 对遗风的各项工作都给予了肯定 也对遗风提出了很多要求 我想我们坚决不坚决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 落字好 那么大家来到遗风 我想啊 可以看双风 主海 游千年古叉 听 观山 鸟鸣 尝 一风美食 逛 金字县城 我们在遗风 等着您 深呼吸 太好了 在遗风 等着我们去 等着深呼吸 好了 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晚 今天的节目 谢谢您 再见